腾讯体育10月6日去,在永川女足四国锦标赛第二轮的较量中,中国女足面对芬兰女足,第13分周,芬兰率先取得领先,第24分周,杨丽娜为中国对半评比分,双方上半场战成1比1评。 第85分周,张瑞丽又点球为中国队打入制胜球,最终2比1逆转对手,末轮对决,中国女足对阵泰国女足,四国赛中国女足2比1芬兰杨丽娜世界部张瑞全杀杨丽娜幸祝进球中国女足首轮和葡萄牙女足0比0战平,而芬兰女足则是3比1击败的泰国女足,中国女足目前位列世界的第15位, 而芬兰女足位列第31位,双方最近的一次交手发生在去年6月份,中国对4比2取胜,2010年的加杯和芬兰令,0战平,2009年加杯则是1比0取胜。 第8分钟,中国女足中场抢端得手,随后立即反击,王珊珊进区前沿拿球,分个右路插上的楼嘉惠,楼嘉惠杀入禁区,面对出击的芬兰门将挑适圆角,但皮球击中立柱内侧弹出,芬兰后卫在门线上将球解围。 中国女足措施了解,第10分钟,古脚杀左渡船中,萧玉一插上门前脚后跟,将球刻下球门,但力量和角度不佳,被芬兰门将轻松没收。 第13分钟,芬兰女足获得脚球机会,但尼尔森将球送到门前,中国对后卫抢到第一点几围。 但芬兰女足进区前沿拿球,安提纳晃开防守进区谷内地设,王石盲视线被挡,皮球钻入圆角,芬兰队意外取得领先,一简令,第18分钟,张瑞长传球送到进区,王珊珊前插场的第一点。 但挑球时皮球击中胳膊台下,芬兰后卫和门将也因为王珊珊的手球出现短暂踪陷,导致配合失误,王珊珊抓住机会轻松将球送入空门,但主猜和边才相依后,最终将此球吹掉。 第24分钟,楼嘉汇进区前沿和队友连续做出配合,随后将球回租给杨丽娜,杨丽娜调整后晃开防守及较远射,皮球在门前弹地,加上芬兰门将视线受阻,皮球同样钻入圆角,中国女足班平比分,1比1。 第28分钟,王珊珊进区前沿,将球分给左路插上的古雅沙,古雅沙小角度选择了吊门,不过芬兰门将注意力集中,飞升将球拖出底线。 第33分钟,海瑞奈用路拿球调整后转中,但皮球直接飞向中国队球门,船中变成了一脚吊门,不过皮球打在横梁上弹出,中国队逃过一劫。 第40分钟,中国队将左侧脚球送到门前,但被芬兰后卫抢到第一点几围,而第二落点也被芬兰控制。 第42分钟,古雅沙将前场任意球送到禁区,双方球员争顶都没有抢到落点,芬兰门将轻松将球没收,随后上半场两队均无见数,带着1比1的比分进入下半场。 第54分钟,楼家会将皮球回送给古雅沙,古雅沙刺雪米开外尝试了一脚远射,但未能形成任何威胁。 第57分钟,芬兰门将开球门球直接,打在丽颖身上,摊到了王珊珊的面前。 但王珊珊进去前沿无人看防情况下面对空门,一脚推射居然推偏,中国队错失反超良机。 第62分钟,中国队左路船中送到禁区,古雅沙领球晃开防守,但最后的射门擦着力柱偏出。 第69分钟,古雅沙左路船中送到后点,楼家会包抄的位,但最后的射门打飞。 中国队又一次错失反超比分的良机,随即楼家会被张宁燕换下。 第79分钟,古雅沙从左路杀入禁区,但最后的小角度射门直接打飞。 第81分钟,刘慧廷右路将球直接掉入禁区,但门前没有中国队进空球员包抄,最终芬兰门将出击将球没收。 第85分钟,中国女足将任意球送到芬兰禁区,造成芬兰禁区内的混乱。 凯撒克林不顺手球犯规,主裁判发了点球,张若偷刀主罚,虽然芬兰门将扑对方向,但未能碰到皮球。 中国队终于完成反超,2.1,随后的比赛,双方军无剑术,最终中国女足2比1逆转芬兰女足,取得四国赛的首胜。 10日8日将面对最后一个对手泰国女足,中国女足出场阵容门将,22王施蒙。 后来,四楼加汇第六十九分钟,三十张林夜,五五海夜,八里加月,三十三流山山,中场,二十一游慧亭,二十张瑞,十七古雅沙,十六杨丽娜,十五小玉仪第五十一分钟十里营,前锋,十一王山山第八十三分,中二十八。 三杨曼芬兰女足出场阵容,一米娜梅里鲁托,三海瑞娜,六奥威娜,七拉,波莱恩,巴安提娜十七皇台,三尔米第六十四分钟四利纳恶林,三干尼尔森第六十四分钟十七弗兰西,四朱利亚图图里,十五林达亚曼第七十七分钟十一海鲁姆,十九凯撒克林,二十一卡特里纳洛曼那加古米。 三杨曼芬兰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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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